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梦见什么呢 一个什么呢 大麦饼滚入米店营中 到了帐幕 将帐幕撞倒 帐幕就翻转轻户 你看 怎么会做这种梦呢 要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不缺乏 可以打长级战 可是这些经得起打仗吗 你来看看他们心里怎么说 一人做梦 十四姐 那同伴怎么解释呢 他怎么解释 这不是别的 乃是以色列人耶尔斯的儿子积淀的刀 神里将米店的全金和全金都交在他手中的 外邦人解自己的梦呢 而自己的梦来解释的话 你是在替神再说话 有没有呢 而听的是谁 积淀跟他的仆人呢 你说有没有非常幽默的一件事情 让你听见耶 你既然可以听到什么他们所说的话 你又知道他们心中的状况 他们的士气怎么样 所以十五姐 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真的啊 就回到以色列营中说 起来吧 你看 神将他起来 接下来他有心境以后就这样 大家起来吧 有没有了 耶华已将米店的金队交在你们手中了 你看 学习上帝的话语的语气所说的话 于是基甸将三百人分作三队 每一队一百个人 你得把脚和空瓶交在他们手里 脚 吹脚跟空瓶交在他们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为什么空瓶呢 空瓶做什么呢 里面藏着火把 那还有呢 空瓶又有它的作用在 我们继续看下来 十七节 婚后他们说 你们要看我行事 我到了影的旁边怎么样行 你们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再影的四围吹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甸的道 耶和华跟基甸的道 上你们交趟如果打仗 要打仗的士气 战术是怎么应用的 除了士气起来以后 接下来怎么样呢 用喊叫的 不是用喊叫的 而打破空瓶发明的事情 我们继续看下了 齐天河跟随他的什么 在三清的时候呢 才犯庚的时候 然后来到银行 就吹脚 打破手中的瓶 砰砰砰 打破了一段话 哎 敌人会吓坏了 这个瓶被打破 就像怎么样 爆破声 砰砰砰 请问 他们在睡梦当中 有没有吓死了 他们睡梦当中 听听这些来讲 就以为敌人非常多 就害怕 就这么 全女人怎么样呢 四处乱倒 四处乱闯 还有怎么样呢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又喊叫 有没有 这火把自己点燃 把这个帐篷点燃 喊叫说 敌人和基甸的道 他们在赢的士为 各站各的地 全女人都乱闯 三百个人喊了以后 他们就逃跑 二十二节 三百人就吹脚 耶和华使全年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诶 他们自己自相残杀 那逃到什么 西利拉的 怎么样呢 柏哈士地 只逃到靠近 塔巴的 亚伯米荷 以色列就从 那里怎么样呢 继续追赶米甸人 表示一个怎么样呢 大祸前生 三百个人 没有认识一个人 受到损伤 就把十几万人 赶赶赶 继续追赶下去 这是得胜 那按照神的引导 按照神的方式里做 我们看到他 他们怎么样 势如破竹的 就马上有得胜的 这一方面的见证在里面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